好 直播各位观众 新竹市长高鸿安 遭资测会自诉违反著作权法 在今天上午台北地方法院传唤高鸿安出庭 一早可以看到媒体大阵仗的守候在现场 也有民众一早就来到现场举标语抗议 要求法院要来收押高鸿安 就怕场面混乱 北院也特别的围起红龙 并且加派法警来维持秩序 而就在稍早的时候 高鸿安也如期的现身出庭了 我们先赶快来看一段稍早的画面 收押高鸿安 市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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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高鸿安快步的走进台北地方法院 面对记者的提问通通是不发抑郁 不过高鸿安近日真的是争议连连 包含日前因为遭控涉嫌诈领助理费遭北检起诉 后续又爆出搭名车住豪宅等等的争议 还有男友干政的事情要遭到调查 那么这回呢是因为涉嫌侵权案 这要从2017年 他与资测会一起发表的这个两篇的期刊论文来说起 当时候呢他们一起发表了这个论文 不过呢这个著作权的所属方是属于资测会的 那么后续呢高鸿安疑似将这个整个论文呢 有图表图文表格的方式再重新的制作来投入他的博士论文当中 因此呢遭资测会来认定是涉嫌侵权遭到提起自诉 那么其实在8月29的时候呢 北院就已经有传唤高鸿安要来出庭了 不过当时候他是以议会议序为由要申请改期 后续也被爆料说他其实根本就没有现身议会 高鸿安昨天也透过市府来澄清说 他绝对没有说谎请假的情势 那么在今天上午呢 北院也再度的传唤高鸿安出庭 他也不得不现身 不过呢根据老姐这个调查庭 他是没有公开审理的 所以呢开庭的那种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不过高鸿安呢根据老姐 他的麻烦是恐怕还不少 因为后续呢这个贪污案件呢 北院也会陆续的传唤他道案说明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用时间早换棚内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